學會做燈籠 就是說你今天所有的東西 結構線是非常重要 當然結構線是為了讓你了解而已 而不是畫畫的所以要畫出來 我們今天如果說 我請一個小朋友你去畫一個蘋果 他會怎麼畫 以前你的蘋果怎麼畫 這是櫻桃吧 這是小朋友畫的 然後這是小一的小朋友畫的 小二的小朋友說不對喔 蘋果要這樣畫 對吧 小二的小朋友是這樣畫的 但是他十顆都畫這樣 對不對他畫十顆 這個裡面已經有那個 蒂頭的概念了 對不對 好那接下來你要去畫 我們就從小朋友開始 然後如果再厲害一點 小三的朋友會說 其實應該要有一點小 這裡 蘋果這裡還有凹下去 這裡才長地頭 對不對 這又不同的進化了 好所以我們的程度至少要到小三 但是我們現在來開始拉 這一點很重要 這裡有一條線 我現在拉的線 就是地球的精度 看到了嗎 當你有這些精度的時候 這個地球才是立體的 所以我們現在要開始換了 剛才的小三 再把它復原一下 小三的同學說 你要這樣畫 蘋果要這樣畫 對不對 那我接下來 我應該要怎麼去畫 把它變成剛剛講的 首先這個地頭我們 有一點粗 這個地頭我們有一點粗 對不對 從這個地頭凹下去之後 開始長精度線 對不對 精度線 看到了嗎 這個精度線 長到最後才是長到果實的邊緣去 好進化成功對不對 看到了嗎 所以你要去 其實我剛剛有在畫小鳥那個斑紋 有沒有 我喜歡畫這種身體結構的感覺 好 這只是更要讓你了解一下 所以呢 假設我這裡有斑點 這裡有一塊斑點 這個斑點排列的時候 要怎麼辦 順著這個精度線排列 然後斑點跟斑點中間 夾縫線 看到沒有 而且這個最凸的地方會怎樣 會最大 會最大 這合理吧 到了地頭的時候 是不是變小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你在排列這些顆粒的時候 基本上你要考慮到那個精度線 彎的精度線 東京西京像那個地球 像後面那個地球 有沒有看到 這樣你就會畫出立體的東西 所以等一下你這個排這個東西 如果排直的 那就是get out 就是錯誤的 OK嗎 注意一下 然後所以要考慮到兩個問題 幅度 幅度還有大小 因為靠近南北極會縮小 像那個精度線在中間是最寬的 到了南北極是不是縮小 有沒有 包含面積都縮小 還有距離是不是都縮小 剛好我們這間教室不錯 剛好可以看到那個概念 各位看到那個概念 所以我們等一下畫立枝的時候 要注意那個概念 但是你看到那個地球的底色是 看不出什麼立體感 對不對 就是說立枝我們在畫的時候 它的本身底色也不太會有立體感 所以你要讓它立體感靠什麼 靠這些斑點 對不對 靠上面的覆蓋物 了解嗎 好 所以等一下我們注意一下 如果說 我要長一個方向再不一樣一下 所以我的地頭如果在這裡看一下 我地頭如果在這邊 那我的精度線 這是我先不畫精度線 我就直接 地頭在這裡的時候 那這一顆往哪裡長 往後面長啊 是不是 因為地頭在這裡 因為地頭在這裡 所以它的精度線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這一顆立枝是往後長 看到嗎 有沒有這兩顆是不是 讓我透過這個精度線 你就可以分得很清楚 這些立枝是往哪裡長 但是這些精度線是假想 地球上也不會有 對不對 你要怎麼去表現這些精度線 用點的把它點出來 所以兩個重點 來了 注意一下 我等一下要點的時候兩個重點 去造成你的立枝的立體感跟走向 跟長的方向 第一個就是 彎度 你要有彎度 第二個 顆粒的大小 好 透過這兩個我們要讓荔枝長不同的方向 不同的 立體感 好嗎 好 到這裡 OK嗎 所以我現在有畫兩顆 完全方向不同的荔枝 對不對 好 那我現在呢 還沒畫之前 這是荔枝的一個結構 那再來 荔枝長在哪裡 長在枝上面 那枝是 為什麼會翹上去 如果它這個荔枝是一條細線 用一條綿線 垂起來 有沒有可能會往橫長 或者往後長 不會 因為它太軟了 如果這一根地 是非常細的一個綿線 全部都是垂的 像風鈴這樣 咚咚咚咚咚 對不對 方向都往地心引力下來 對不對 那 它會這樣 有的會擠到上面去 有的擠到側邊 原因是 這個鍔枝有夠粗 對不對 這個鍔枝有硬 才會把這個力字給撐起來 對不對 所以你要硬 好 OK 很簡單 兩個 你要讓這個地 這個鍔 這叫什麼 鍔枝叫什麼 也不知道 鍔枝好 鍔桃 鍔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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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上面延伸的叫什麼 就不知道怎麼講 對不對 鍔枝 � Andrea 也可以這樣講 所以它一定要有一點硬 有一點粗 是不是 所以我們要用 三碼筆畫 而且要畫有點寬度 來看一下 來那我們先去撿到人家吃剩的好不好 撿到人家吃剩的荔枝 這個夠出了吧 夠出了 然後 這個 這個地方 這裡長一顆 這裡又可以長一顆 這個下來也可以長一顆 所以這裡可以長幾顆 夠出吧 所以這裡可以長一顆 這個可以長一顆 因為它夠夠硬 所以可以把它撐開 如果不夠硬全部都叮 如果你看到的是這麼細的 每一顆都這樣 動動開 是不是這樣 所以當畫細的話就不對了 所以夠出才有辦法擠 才有辦法把它擠橫向 或者 這個地 這樣子我會長到後面去嗎 可以嗎 可以嗎 那這個 這個跑到前面來 那 我看你要怎麼擺 好 所以你看我這樣一擺 好幾顆的 之間的相互關係是不是就出來了 而且每一個方向都不一樣 我現在發現了 這一顆的方向是朝這裡 這一顆是朝這裡 這一顆是朝這裡 這一顆是朝後 這顆是朝下 有沒有 是每一顆粒枝的方向都不一樣 才會生動 你不要每一個都畫往下 醜爆 好 我現在是打臉我自己 因為我以前畫的都醜爆 好 到這裡 結構知道了 包含粒枝 怎麼樣去表現 它的一個立體感跟方向性 用什麼來表現 還有 這個梗的關係 有沒有 梗的關係 跟粒枝之間的關係 造成粒枝要怎麼擠開來 像 showcase 你知道嗎 好 那知道以後我們就從一顆粒枝畫之後 再來畫一串粒枝 這樣子 好不好 好 OK